哈喽大家好,我是靖浩,欢迎来到Principle课堂 那这节课还是以Driver为知识点 然后我们讲的这个案例的话是用到的连续滚动的效果 用到的是这个Scroll,Scroll滚动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Demo的一个效果 那再往下滚动的时候 然后大家注意顶部,这是个个人页啊,个人中心页 然后顶部这个氛围图的话会有个放大,会有个放大的效果 在往上滚动的过程中 注意顶部Nigretion bar这个状态的变化 它变为由白色变为了透明 然后以及顶部的这个氛围图的话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效果 以及头像的比例的话也会发生个变化 以及左右头像的左侧的这个添加 对吧,以及消息这个按钮的话都会有个缩放的一个变化 这是它一个完整的一个动效 好,那我们也是这个打开Skash文件 在做之前的话一定要也是注意图层的一个整理归纳 那这个里边大家注意我没有用到这个principle principle这个flanton这个指令啊 这个里边的话我这么做的 然后每一个卡片 当然这个底下还有这个很多的卡片了 然后每一个卡片我又都用的是一个剪切蒙版 就是大家看里边的这个点赞了 包括名称了图片了 都是剪切到这个矩形底下的 那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在导到principle里边的话 它也是会被合成一个位图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善用这一点 就是用这一点的话可以 也把你想这个想要合成的元素的话 也可以给它用剪切蒙版去处理 当然如果你不想让它合在一起的话 那就注意了避免用这个剪切蒙版 那这个案例里边整个我都没有给它添加这个命名的一个指令 然后大家看这个steadsbar这个里边我也用的是剪切蒙版 然后我们这回导到这个principle里边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导进来 然后展开 大家注意看顶部的这个电池状态条 它被合死的 以及底下的这种卡片 第一个卡片第二卡片等等 它都是被合死的 都合成了一个位图 那所以这一点的话也算一个支持点 导入了一个支持点 好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滚动 刚才我们看了是滚动这个部分 那整体这个卡片我全部选中 给它加一个组 打一个组 cmd加这个g 打一个组 然后垂直方向的话 给一个这个滚动 滚动的一个激活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做完了 做完之后的话 大家注意它在往下滚动的时候 顶部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效果 然后往下滚动的过程中 整体的这些元素 包括文字元素 头像元素 这些元素 包括这个顶部的氛围图元素 它都有下往下位移 当然这个氛围图多一个属性 它是有缩放的 好 然后我们再回过到这个principle里边 那大家注意这个里边 刚才我们看那个效果 还有个模糊效果 那模糊效果的话 在你前期做的时候 你就需要在sketch里边 把这个模糊效果做好 这个里边的话 我也是这个做了两个 一个是背景 一个是模糊的效果 这个两个都需要你做好 做好之后的话 我们导进来需要把这个模糊效果给它作为一个不模糊的这个效果的一个子极 然后再把它的一个透明度调为零 这个在我们接下来做这个往上滑动的时候 它背景模糊 这个步骤就比较关键了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 现在的话我们抓耳轴已经被激活了 向下滚动的时候 这些属性包括这些都需要去做一个位移 那点开抓耳面板 然后也就是这个 对啊 文字的整个文字面板 这个的话我也是给它合成了一个整的整体层 然后头像还有这两个按钮 以及这个氛围图 然后都有垂直方向 歪轴的方向的一个移动 那也就是在我们往回往下移的 大概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差不多50左右 然后他们也要发生一定的位移 位移过来 好 然后顶部的这个氛围图 注意穿透选择的话 直接选的是最底层里边 选到这个了 所以你要注意还选这个背景 背景的话再给它添加一个属性 然后添加一个scale缩放 然后我们到这儿缩放 然后起始点的话也给它加上 这儿也得加上 然后到往下拉的时候 它缩放一定的比例 比方说放到1.2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就是滚动的过程中 有个氛围图的一个放大 然后大家注意这个 现在我的这个滚动的面积 就是只是在这儿 然后这个热区等于这个组的 这个边界就这么大 我在点的时候只能在这个范围点 你看再往上点我就点不着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组的边界 给它拉大一点 这样我在操控的时候更方便一点 我的点击区域大概就在这个区域 都可以被激活 好 这个部分我们就做完了 紧接的是往上滑动 往上滑动的时候 这些文本对吧 这些文本层以及按钮层 以及头像层都是也要往上移动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上 往上移动大概位移到200 对吧 200 260左右 这是我做的效果 大家在实际做案例的过程中的话 需要你去对于这个距离的话 去做一个判断 大概260的这个点的时候 我把这些元素 这些元素 然后全部位移 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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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这儿 也就是贴合到这个Nagrogation bar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来 位移过来 紧接的话 大家注意顶部的Nagrogation bar的这个颜色的话 它要降低透明度 以及标题文字的话 也要降低透明度 也就是在初始状态的话 它和它这两个层 文字层和这个Nagrogation bar的背景层的话 它们需要加一个opacity透明度 在最终结束的时候 它们消失为0 这个就 我们就有了 好 然后这个里边还需要做的 刚才我们拉了一个 拉了一个氛围图 氛围图它也要发生一定的向上位移 氛围图我们再回顾到这个初始状态 也就是背景这个图层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的添加过Y轴的属性了 所以现在不用添加了 你只需要往上位移的时候 它也整体的往上位移 位移到一定程度 而且的话要伴随的缩放 伴随的缩放 缩放稍微放大一点点 然后的话还有这个 模糊它要转变为一个模糊效果 我们再回顾一下 有可能做这么长时间 大家就忘了初始的一个效果了 再往上挨 它变为模糊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我们再回来 那也就是里边这个层 它在初始状态的透明度 应该给它添加一个透明度的属性 然后变为零 一开始是默认零 在最终滑上来 最终的一个结果状态的话 它是变为百分百 就是一个模糊的效果 好 这部分就有了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这个头像的比例太大了 我们在最终的一个结果状态的话 它的头像比例是缩小的 缩放的 包括这两个按钮是位移到下方 也进行了一个缩放 好 我们再切回来 那我们就适当的去调整一下 然后这个头像的话 我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个属性 当然头像我们给它已经添加过 歪轴位移的属性了 我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这个缩放 然后到最终结果状态的时候 缩放的小一点 比方说0.7左右 大概我们观察这个效果 0.6左右 0.6左右 OK了 然后以及这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 当然我们刚才已经添加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添加了歪轴的一个位移的效果 它俩最终的一个结果状态 就是最终的一个状态的话 是往下位移 在这个ID的左右侧 而后的话还得给它们去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什么属性 缩放属性 缩放属性 然后到最终结果状态的话 它们要缩放一定的比例缩小了 0.7左右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你再调整一下 差不多 对吧 整个和它的ID和这个定位 对吧 地址 它属属的地区的话 整个居重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完整的效果 我们就有了 向下拉 然后分围图放大 然后向上滚动 分围图变模糊 以及顶部这个状态条的话消失 然后包括底下还依旧可以滚动 那这个效果在我们 这个线上的APP实际上很多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京东APP 就可以看一下 默认的首页 它是Naggression Bar 就顶部的这个导航栏 它是透明的 然后在滚动到一定的条件下 它判断 判断一定的条件下 然后再反乘一个白色 跟我们这个正好相反 好 那这个节的主要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我们配合 招二轴配合这个垂直的一个拱动 然后其他的 也都是调整相应的属性 但注意 整体的一个节奏 调的一个秩序的节奏 先把这个整个效果的一个逻辑 想清楚的话 你会发现你做的时候会特别快 那做完之后 大家会发现我这个真K的 对吧 这个真这个K的还是很整的 那好 那同学们这节课的话就结束